当然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个参赛者呢 先喘一口气 因为呢我们有特别来宾 来现场没有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嘉宾们 何本 郭坤耀 Sharon 黄毕婷 还有 Alvin 博军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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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刚刚 你很像我的主持搭档耶 那个双胞胎 对对 双胞胎 刚刚是何门 你是坤耀 啊 对 我现在是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郭坤耀 这次的公开还显得我很忙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郭坤耀 我的才娃呢 就是摇呼拉圈 我听到真的是非常多 来 跟着我吃饭 我边吃边聊 你看 你们来了 我们剧组全不静静 他们两位都很照顾我 两个都是我有组织过的搭档 什么我想要跟他们讲的 我组织做怎样 有徒步丢奉 我去换衣服 他们要我以嘉宾的身份 以艺人的身份 上台打火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整个旅程 所以打火你们在前面拍我 太帅一点了 我这个角色最帅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现在呢 我们以艺人的身份 去看这个比赛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参加了这个比赛 我觉得我自己 整个人变得更成熟 这个时候呢 我是以主持人 以嘉宾的身份 回到这个才华的台上 其实感触很多了 我觉得让我想到当年的我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站在台上 需要表演一些情绪表演 是很紧张啊 可是你说现在我站在舞台上 我还是一样紧张 是会 其实我们常常都会遇到一些朋友 会问说 我想要进入演艺圈 该怎么样加入 其实最快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参加选球比赛 像我们台上的每一位 都是参加不一样的比赛 但是最后呢 都进入到这个领域了 我是在游泳的时候 突然间就被拉上来 然后就参加什么笑话笑草了 这个眼睛非常地漂亮 他真的是很帅很帅 如果我有机会认识他 那就太好了 我要你的主客 你这样到了 那时候我自己来的时候 我也是 我一来我就掉头想要走 哇 紧张 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享受的旅程 我觉得这个体验 你可能这一次过来 你就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了 所以就是尽情地玩 尽情地享受就好了 是